游泳家满跑 不烟不酒不飘 偶尔傻傻羊 散步一时 洗冷水 早起希望 杨宾前日 过得四下绿水标 关于头海胸包 我们或许该反向思考 遗忘太快太粗糙 会破坏美好 说把频道的广告 只会羞辱男人 胡说八道 我才不需要任何装洋药 只要起床号 没有什么做不到 爱想问我慢慢少 需要酝酿 曲折需要起飘 我没有什么做不到 包奸不亮不出脚 恨苦让我变成金公之鸟 太残暴 太残暴 没有什么做不到 爱想问我慢慢少 需要原谅 拒绝需要起飘 我没有什么做不到 包奸不亮不出脚 恨苦让我变成金公之鸟 太残暴 太残暴 好啦主要 我也不管了 反正你就是一个礼拜的时间 我相信你一定可以研究出新的 知道吗 一个礼拜 加油 其实是不难吃的 想要 好 謝謝 你算了 好 你們滿英雄 這連絡的嘛 我們還是試試看 好 坐 坐 戴著 我記得找人 吃嗎 慢慢去想 真厲害啊你 慢慢吃啊 不要噎到 我還戴著 太好了 真的太好了 又不愧你 我絕對不可能在短時間之內 做這麼好吃的月 比真正的 你剛好聽到 不是我故意提到你的 不是我 唉唷 我知道啦 我沒有怪你啊 Kiki 真的很謝謝你 Kiki 我覺得好奇怪喔 你不是鬼嗎 為什麼會有 體溫跟重量 欸 奇怪 你又不是鬼 你怎麼知道鬼沒有體溫跟重量 好 說得也是喔 我只是覺得很奇怪而已 拜託 那是你個人無知的觀念好不好 我們是可以隨意控制自己的心跳 體溫和重量好嗎 你沒看過欠女幽魂嗎 張國榮不是也抱不動王祖先 說得好像有一點道理喔 那不管怎麼樣 謝謝妳 大家那個 正所謂那個 人生沒有不善的宴席嘛 所以今天找大家來呢 一方面就是 要歡迎小梅來SPA上班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 歡送我 我本人離開SPA 來 我敬大家 乾杯 乾杯 小梅 歡迎妳 歡迎妳加入我們SPA 對啊 不要讓我們大家失望喔 好 那個Yvonne 妳到底什麼時候 才能變成我們出家的人啊 我隨時都在等待 不過兩三個禮拜之後呢 我會回關島 那邊飯店有一些事情 我要親自回去處理 這兩三個禮拜 來得及籌備婚禮嗎 怎麼總會來不及 那如果真的來不及 那去法院公正也OK啊 那妳 姐 姐 妳終於說出這個小梅的話了 也樂觀其成這件事 爸 妳怎麼講這樣啊 我承認呢 我之前的確不是很贊成 他們兩個結婚 但現在不一樣了 我是舉雙手贊成的我 不然所以 以後我就要講妳大手了嘛 以前呢 如果有什麼不禮貌的地方 還請妳多多包涵 大嫂 我敬妳 OK 那耀文 妳 對於這婚禮的想法是怎麼樣 其實我真的覺得 這兩三個禮拜 好像太趕了啦 怎麼會呢 只要妳願意耶 時間絕對夠啊 還是妳其實不想跟我結婚 沒有啊 沒有不想啊 那妳的意思就是願意囉 沒有願意啊 沒有啊 沒什麼 既然妳沒有不願意就好 那時間方面有沒有意見 就照妳的意思吧 好 總經理啊 那妳們結婚之後呢 是要住在台灣 還是去住在關島啊 關於這一點我已經想過了 結婚之後呢 耀文會先跟我回關島 住兩個禮拜 當作蜜月旅行 然後她就回十八 我繼續留在關島忙 那這樣不就分隔兩地了嗎 是啊 不過我們會輪流去看對方啊 我的事業啊 在全世界有十六個度假村 我早就很習慣那空中飛人了 不是不習慣的問題啦 只是一直這樣聚少離多 那個夫妻的感情很容易會不好 靜靜 你忘了喔 我一直不是很在乎的感情啊 也對 我忘了 是啊 人家不是說嗎 小月勝新婚 像我跟你媽啊 以前兩個常常黏在一塊 那一天到晚就在那邊吵 現在她去美國 我都覺得我挺想念她的 所以 反正不管怎麼樣啦 你們就是要結婚 我們也要開始籌辦婚禮了 好吧 來來來 吃吃吃吃 來 小心吃 不要 不行 不行 我去上個洗手間 啤酒喝太多了 耀文 謝謝你今天晚上決定要跟我結婚 相信我 你的決定是對的 你今天晚上喝得有點多 趕快回去休息吧 嗯 晚安 晚安 謝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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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請你 謝謝你 跟我一模一样的饼干盒 我也要用这个 跟你一模一样的饼干盒 开始收集我们的回忆 把装满 把装的都满满的 就像你以前收集我的回忆一样 佳佳 就说你帮帮我好不好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虽然我没有拒绝一方的求婚 但是我真的没有勇气 开口答一答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求求你帮帮我 我好想你啊 我好想你 好吗 药丰 你听我说 佳佳她知道你很想她 她也很想你 但是她没有办法来看你 所以就请我过来帮忙 佳佳还说 她生日的时候 不是故意不来看你的 这三年来 你的努力她全都知道 她真的很想你 可是她真的来不了 其实 你只要看着我 就可以感觉到佳佳的存在 你有什么话对我说 佳佳就会透过我 回答你 所以 那一天是佳佳 就我跟一方出来的 是 是佳佳希望 我跟一方在一起 是 佳佳是这么认为 所以她才会出手救一方 佳佳说 她知道你很想念她 也很高兴你把她放在心里 但是你不能一直这样下去 你应该要带着对她的思念 好好地面对未来 这样她才可以开心 放心地离开 你知不知道 我知道 我知道 可是我才没有办法忘记佳佳 你不用忘记佳佳 佳佳也不会忘记你的 你们两个 你们两个只是现在走在一个十字路上 只是方向不一样 所以她只能陪你到这儿 或许一方是你下一段旅程的一个伴侣 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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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希望佳佳知道 她一直都是我最爱的人 我对一方没有爱 我对一方没有爱 不过我会照佳佳说的 去跟一方在一起 为了佳佳 我会这样做 因为我不希望佳佳替我担心 佳佳说 你愿意为她这么做 她真的很高兴 她真的很高兴 佳佳还说 以后如果你想起她的时候 不要掉眼泪 我还是 记得要灿烂的笑 我会 我会 我会用力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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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文 希望我这么做 你会好过一点 再见了 宽嘉 谢谢你 我知道了 谢谢你 那个你放了 他去运动 半个小时之后又回来 好 小玲啊 你昨天晚上睡得好吗 不错啊 怎么会这么问啊 就说起来还蛮奇怪的 我昨天晚上有梦到你 梦到我 照道理你应该梦到遗忘 怎么会梦到我 就 我也不知道耶 然后 我就是梦到你 跑来我办公室 好像是佳佳交代你 要跟我说一些事情 就还蛮奇怪的 可能 是因为我跟佳佳太好 可能是因为这样的关系 你才会做这样的梦 不过 以我认识的佳佳 他应该希望你可以 重新找到新的幸福 或许是吧 就 我也不知道耶 就有一种很 很奇怪的感觉 什么感觉啊 就 我只想如果啦 如果我没有跟一方结婚 如果我没有去关岛 如果你没有找到其他的工作 还蛮希望你留下来才是吧工作 我没有关键你考虑看看 嗯 我没有关键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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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因为我跟佳佳太好 可能是因为这样的关系 你才会做这样的梦 不过 以我认识的佳佳 他应该希望你可以 重新找到新的幸福 我 我 或许是吧 就 我也不知道耶 就有一种很 很奇怪的感觉 什么感觉啊 就 就是有一种很奇妙的感觉 就 常常在你身上 我可以看得到佳佳的影子 常常觉得你跟佳佳很像 而且 常能感受到佳佳的气息 你 你不要误会我意思啊 其实 就 我只想如果啦 如果我没有跟佳佳结婚 如果我没有去关岛 如果你没有找到其他的工作 反正 你也许是因为我们大家 要太想念家家了 就 还蛮希望你留下来在SPA工作 我 我 我 没有关系 你考虑看看 嗯 好 我会考虑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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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梅 好 加油 出药午呢 哦 他刚刚接到一个很重要的电话 跑出去了 嗯 重要电话 好 我刚才 收到了美国 发来的正式声明稿 怎么样 就 怎么样啦 你这个脸子怎么了啦 Michael Jordan 决定要来台湾住我们SPA啦 哇 SPA 你真是漂亮啊 不是啊 对不起 你来到我们SPA住耶 而且我已经跟他的经纪人赛事 确认过了 一定会过来的 SPA SPA 你最棒了 我就知道你一定可以的 我真的没有想到 Michael Jordan重大了 未来十八柱耶 哇 等一下 你们刚刚讲的那个大人物 是什么 这 你不知道 不知道 他是美国传奇的篮球明星耶 如果硬要来的人来比的话 可能跟 我是的Michael Jordan差不多了 我怎么可以 哇 那很红耶 是不是 来 帮我看 帮帮 对不起 刚好 刚好 我要回巴仲部上班嘛 那这条新闻呢 就让我带回去当第一条独家 不要谈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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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 不然你觉得凤梗奇 losses 不然你觉得凤梨奇异谈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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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略谈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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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upposedly 就提供你一個方向 你要自己試試看才知道啊 不是啊 二長哥 俗話說就是 宋佛送到西方人不知道到底 你就陪我一起想一下嘛 至少有一個人 可以跟我一起討論啊 好啦 那要快喔 我也沒有多少時間 這口味 爸 給我啊 行啊 行啊 聽說喬丹住宿的事情 已經搞定了 對吧 那好 那好 連喬丹都能夠住到我們18 我告訴你 我們18 馬上就一炮而紅了 這樣 今天晚上呢 我們到上次去的那家酒店啊 我們好好慶祝一下 喝兩杯 好不好 上 上次那家大伯 不好吧 上次我去才可以自殺 這次又不小心會鬧出什麼人命 我 我不要了 好 好恐怖 哎呀 上次那是個意外 不會每次都那麼倒霉的 阿姐 我跟你講 那個老闆跟我很熟 他說今天晚上有那個化妝舞會 好玩啊 真的好玩 對吧 去喝兩杯 不是啦 爸 你不是都說你很想念媽嗎 怎麼一天到晚又要跑酒店啊 不是啦 就因為太想念了嘛 所以就希望身邊有人能夠陪 哎呀 老闆 你剛跟金晶才結婚三年 你們感情正好 你不了解 你爸現在的心情 我告訴你 等你到五十多歲的時候 你就知道 這人生啊 是多麼的平淡無奇 也只有跟這些年輕的妹妹啊 喝酒聊聊天啊 這才能慰藉一下 我們的寂寞的心靈 懂嗎 可是 如果要喝酒 我們三個人也可以在這裡喝啊 幹嘛要去酒店 哎呦 那氣氛不一樣嘛 那要不然人家酒店開的那邊 幹什麼呢 對不對 啊 你要不然你問那個那個誰 朱耀威 他上人去玩好不好玩 好玩吧 是好玩 可是我回去想念恐怖 我不要去 你們去就好 朱耀威 朱耀威 你幹嘛的 叫你陪我去喝酒 又不是叫你陪我 叫你去附葬去啊 喂喂 但大伯 你不要以為不知道 你硬托我去 還不是因為怕大伯母發現 要我背黑鍋 說什麼事我心情不好 叫你陪我去的 喂喂喂喂 你這樣子講下去的話 我這話實在 聽不下去了 你敢說你沒有這樣想 對 我就是這樣想 怎麼樣啊 我把你養那麼大 叫你幫我背個黑鍋 這會怎麼樣 好了好了 晚上好不好 八點鐘 我們到那個今天去喝酒 你怕著我不會 要保密啊 好不好 我們就能決定了 好好好 真好 什麼呀 小燕姐 不好意思 有件事要麻煩妳一下 因為那個小柔請假幾個鐘頭 所以妳可能要晚點下班 OK啦 還有這個便當 謝謝 不會 好貼心喔 妳今天還好嗎 OK 都還滿正常的 有什麼不懂的地方 記得要問我 好 OK 謝謝 小燕 那個 妳有沒有看到總經理 總經理啊 總經理啊 朱耀文妳是怎麼了 妳是忘啦 一棒不是有個朋友 從義大利回來 她是個婚紗設計師 她剛剛在高雄開店 所以朱耀文 就跟一棒跟范曉玲 就一起下高雄水婚紗去啦 對齁 糟糕了 完蛋了啦 什麼啦 就 妳知不知道我們之前 有一個大客戶就是在旅行社的 你知道嗎 她 她的媽媽 今天過世了 那照理講 應該是藥文要去醫院去治癒 然後去安慰他們的嘛 那現在藥文她不在 那 變成只能我去啊 你知道我又不喜歡這種場合 只好我去啦 老公 妳好可憐喔 但是妳又飛去不渴對不對 對啊 那我陪妳去 不用 我覺得 因為 沒關係 我可以陪妳去 妳聽我說那個 對方她媽媽是意外死亡的嘛 畫面不太好看 我怕 我怕妳看了會害怕 我會心疼嘛 這樣子好了啦 那就只好我去 那妳就待在家裡休息 妳就不要等我了 好不好 好 只好我自己去了 好 那老公 老公妳自己要小心喔 我知道了 早點回來 好 不要那麼煩 不會 等妳喔 好 拜拜 清清姐 妳跟藥武哥的感情 真的好好 好 好 很羨慕 白癡 羨慕什麼啊 妳一定很快 也可以找到妳的真命天子的 真的嗎 對 有件事我忘了跟妳講 等一下會有一個叫Kiki的女生 去廚房上班 Kiki 對 簡單來說就是 她是我們安排 要幫朱耀威做出情商的一個女生 但是她的身分現在是女鬼 女鬼 假扮的 很複雜反正就是 重點請妳記住一點 如果朱耀威在 Kiki也在 妳就要裝作沒有看見Kiki 因為她是女鬼 懂不懂 懂 所以耀威在 不能看到Kiki 因為她是女鬼 對 很好 所以要演一下對不對 對 聰明 清清姐 Kiki 來 我可以介紹 這個就是Kiki 這個是小梅 她是我們新來的櫃檯 那我剛剛有把妳跟耀威的事情 都告訴她了 她會全力配合我們 哈囉 我是Kiki 歡迎妳一起加入裝神 弄鬼的 好嘞 什麼聲音啊 什麼聲音 我怎麼感覺有鬼 是不是 妳的對耳很好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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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耀威 你怎麼了 Kiki 我們壓力好大 我想要一個人安靜一下 所以我想去圖書館 尋找一下美食的資料 找一下靈感 好啊 那我陪妳去啊 不用不用 不用不用 我剛剛說 想要安靜一下這個意思 講比較白話一點 就是我想 要一個人的空間來思考 這樣妳懂嗎 好 那好吧 好啦 那我去圖書館囉 你乖乖一點 不要都是亂跑 免得嚇到人家 對齁 只有我這麼倒楣 可以看好了 好 掰啦 本來想說今天晚上 可以找藥味玩一玩的 沒想到 居然想要一個人靜一靜 算了 好 放這一天假囉 菁姐 Picky 剛剛朱藥衛書去 妳怎麼沒跟她一起出去啊 朱藥衛書她想要一個人靜一靜 不在說什麼 她 靜一靜 喂 媽咪啊 妳怎麼突然打給我 KK啊 妳現在還缺出國的錢嗎 今天酒店辦化妝舞會 我人手不夠 可不可以來支援一下嗎 那客人妳認識的 就那個十八個朱先生啊 媽咪啊 我出國的錢已經差不多夠了啦 那我今天晚上有點事 可能沒有辦法過去幫妳喔 對 對 那先這樣囉 拜拜 對啊 妳媽咪又要妳去酒店上班啊 對啊 她說什麼 今天晚上有一個化妝舞會的派對 然後說人手不夠 想想我會去幫忙 欸 對對對 她還說朱伯父今天晚上也會去耶 我爸也會去 好啊 這次呢 不僅要幫我媽伸張正義 還可以賺錢 KK啊 我跟你說 今天晚上就麻煩妳 帶我去突擊 那我有拿到封口片的話 分妳一半 真的嗎 當然 好 爸 我們這下 大樓 這裡啦 去 這樣妳認得出來啊 我當然認得啊 妳不是不來支援嗎 這不重要 妳可以幫我一個忙啊 好 那個朱先生 在哪一間包廂啊 我啊 直接 媽咪 好 好 這為什麼比這樣便宜的 才兩個代班啊 對 歡迎 請走 媽咪 就有什麼比較天亮的 兩個代班了 歡迎 真的好 什麼好 趕快進來坐 來 坐一邊 坐 你坐 你叫什麼名字 我叫菁菁嗎 朱先生 你好 我敬你一杯 你怎麼知道我姓朱 因為你長得很像 而且你們一家人都很像 我一定是一家人 一家人是不是 對啊 我們都姓朱 朱先生 都是朱先生 來 喝酒 我叫做先生 我們都只叫 叫什麼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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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是Lila 我的天啊 好 好好照顧他們 好 沒有問題 等一下 順便講話 我看看 不行 對 你幫他打來的 好 我到外面去檢查電話 應該沒關係 我帶你去辦公室那邊來 你們在裡面講話 待會兒抓包 快點 來 叔叔 好好玩 好 好 請先坐一下 我先坐龍 好 拜拜 對 鄧大哥 不要這麼悶的 可以開心一點 拍出來 好嗨 朱先生 我們來跳舞 我們要 來 來嘛 都來這裡的 當然要跳一下 有沒有 有沒有 那開始有什麼 你轉過來 有沒有跳舞 有沒有手放這裡 有沒有 我手放這裡 有沒有 扭啊 有沒有 轉身扭啊 有沒有 會不會 快點跳一下 跳一下 扭一下 我只會一招 那你不太適合在這裡跳 那你只要跳 來 來嘛 有沒有 好厲害 好厲害喔 原來你那麼會跳舞喔 一起來跳啦 等一下 等一下 那個什麼 我有帶手機 我們先來拍照好了啦 拍照 對啊 我從來那邊都 好帥喔 那麼會跳舞的人耶 好帥喔 來…有沒有 來… 好厲害 來…跳舞…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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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叫的那個是最流行的那個嗎 謝謝… 謝謝… 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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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乾杯… 乾杯… 開心… 開心… 好開心… 好厲害喔 謝謝… 不太熟了 我的天啊 那你跟中央威 換換你喝好了 不…我不行 我也不行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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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樣啦 我們來玩牌好了啦 好…玩什麼 那就最簡單的比大小好了 輸就要被打巴掌了 好棒喔 拚了 有沒有… 拚了… 來… 來… 一、兩、三 哈哈哈哈… 你說啦… 無法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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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聽到… 無法掌… 嗨… 妳剛才臉都變形了 帥哥喔 好… 原來喔 妳平常對女生… 都是那麼溫柔喔 對啊 我跟妳講 我二堂哥喔 對女生… 這臉像是語言 我跟妳講 女生喔 只要對她撒嬌 撒嬌跟聽音 撒嬌後 撒嬌後 都要對阿諾 她就阿諾 真的是這樣嗎 朱先生 我們再來吧好不好 朱小弟 我們可以再來嗎 朱小弟 來… 再抽一張 再抽一張 來… 郭班長… 妳輸了一撒嬌就輸一張 你輸了一撒嬌就輸一張 你輸了一撒嬌 乎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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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趣是這樣玩的喔 妳會不會玩太Over了啦 不好意思啦 我這個人平常做事都是很論真 對 有趣玩遊戲喔 這樣才玩才出雞啊 是不是… 朱小弟… 是不是啦 是…可是你也太認真的吧 再來… 再來… 來… 好了… 回來了… 來… 來這裡 坐… 快點… 我們可以慢慢的玩啦 還有… 怎麼喝成這麼久 蛤… 他怎麼太熱了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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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爸剛剛沒有喝的都補回來 對對… 他不喝… 怎麼了 喝一下 來啦… 都來這裡了嗎 他也不喝了 他也不喝了 對不對 他也就這樣子嘛 他來嘛 把禁… 來… 外面都禁你啦 等一下… 等一下… 臉怎麼搞的啊 我剛才… 你玩得太過分了 沒有… 這太積累了 你玩什麼啊 你玩的臉都紅啊 哎唷 我的天啊 這是皮大小喔 哎唷… 那麼刺激啊 皮大小比她臉都紅啊 他看到什麼 那臉紅啊 哎唷…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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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一點吧 嗯… 棒棒棒 哎呀… 來… 我幫你喔 跟我們家媽媽講話 拍個照… 拍個照… 你會面嗎… 來… 你要問她 喔… 對… 哎… 你們看起來喔 還滿有戶氣臉的耶 真的嗎 喔… 喔… So sweet 喔… 讚… 喔… 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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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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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 我跟妳說 藥味等一下交給我 我先帶她回廚房 好… 那我先回家等她們回來嗎 妳放心 結果拿到錢 我一定會分給妳的 還有剛剛 謝了 我走了 等一下 菁姐 妳不要那麼氣了 妳等一下 千萬不要對藥舞哥太兇 妳也知道 她真的不是那麼愛玩的人了 我知道 反正呢 我爸跟我老公認賞給我 妳就負責那個朱藥薇 OK OK 涼涼 我真的好想妳喔 妳不要不理我好不好 朱藥薇 世界上怎麼會有像妳這麼痴情的人啊 你真的是傻的很可愛 我可以的慢慢的苦 我可以的慢慢的苦 而不是心情情 而沒有什麼做不到 愛想問我慢慢少 需要飲料 其他需要其妙 涼涼 我真的好想妳喔 妳不要不理我好不好 我 朱藥薇 世界上怎麼會有像妳這種痴情的人啊 你真的是傻的很可愛 欸 朱藥薇 起來了啦 朱藥薇 你快點把茶喝了 茶可以解酒 怎麼是妳啊 剛剛那個女的咧 她已經走了啊 那 妳怎麼會 怎麼會 因為 我今天晚上偷偷跟蹤妳啊 妳根本沒有去圖書館 對不對 對不起 我不是故意要騙妳的 是我大魔音 比我去追我才不得也騙妳的 妳不知道鬼可以穿梭自如嗎 妳怎麼敢騙鬼啊 對不起啦 我求求妳原諒我發誓我也不會再騙妳 我發誓求求妳原諒我拜託 當然啦 我當然可以原諒妳啊 所以我才偷了肉包給妳吃啊 真的喔 快吃吧 吃肉包最解酒了耶 因為啊 她可以在為妳吸收酒精 比較不會那麼快的循環 謝謝妳 這 這口味我沒有吃過耶 這 吃起來怪怪的喔 這口味妳當然沒有吃過啦 因為它是人肉做的包子 而且我找不到人肉 只好去墳墓裡挖屍體囉 要多喝啊知道嗎 喝酒就是練出來 我跟妳講 媽咪告訴我說她下個月要 到台北還有一家新的開燈 誰開燈啊 誰開燈啊 晶晶啊 老婆 等一下 我不是說叫妳不要等我 趕快去睡覺了嗎 老公啊 妳不是說妳是去醫院安慰那個家屬嗎 那妳為什麼要跟爸一起回來 而且你們身上都是酒耶 就爸 我在醫院的時候爸打電話給我 就說他有幾個好朋友 一直灌他酒嘛 我就想說我去接他順便幫他當 不要讓爸喝那麼多 我今天跟幾位那個三十幾年 沒見面的老公有喝酒 而一見面大家就灌我喝酒 那我跟他們講說我德國乾門不能喝酒 那他們說那不然妳把醫生證明拿給我看 我哪還帶了醫生證明說我德國乾門來 那我就把藥武叫過來說 舅舅今天還好有他在幫我當了很多久了 要不然我就被灌慘了 對了 今天今天謝謝妳妳就當了那個醫生證明 應該的 好吧 那這樣 老婆給妳泡杯茶洗飲酒休息一下 好不好 把爸也休息去 護身中 妳是給他講還給我的 不不 我是妳爸 妳一定在跟他講 很爽啊 笑得很開心嘛 不是吧那個 爸很難得出去 他說 很少這樣喝酒 我就也陪他喝了一點酒 那喝酒為什麼臉會那麼腫啊 那個 就 我去醫院的時候啊 去看那些家屬 他們情緒太激動 以為 以為我是那個 兇手 一直甩我爸 一直甩我爸 老公 老公 我真的沒想到你為了十八那麼賣命 那我應該要跟朱曉雯講一下 我覺得每個月還整理兩位的薪水 你覺得怎麼樣 都是自己人不用那麼客氣了 不用了 老少 應該的 可是怎麼辦 我都已經打給朱曉雯了 對 那他聽到以後他也很擔心 他打電話給所有跟十八有業務往來的旅行社 結果沒有人家裡有意外 請問一下 老公 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不知道 老婆 我 我先跟你道歉 我騙你的 那請問 你到底去哪裡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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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因為那個 之前那個同事聚餐喝酒 我沒有去醫院 同事 請問一下是不是這一位同事啊 我看清楚一點 對啊 而且你怎麼會認識我 他 我當然認識我 因為他就是我本人啊 出藥物啊 沒想到你跳舞很厲害嘛 但是心肌嘛 什麼都會 Soli也會啦 Michael Jackson也會啦 我跟你講 接下來你乾脆組成一個男子團結 看你要五五六六還是什麼七七八八 隨便你啦 你要這樣子 我 我 我會這樣 也是 擔心他老爸 就擔心爸他喝太多 你放開我 你不要碰我 你造個東西 我跟你講啊 你一個禮拜不准跟我回房間睡 看你以後還敢不敢 髒東西 老婆 我碰的是你耶 髒東西 睡外面 給我枕頭的棉被 對的啊 你丟這什麼東西 這怎麼蓋啊 擦桌子用了 算了 我去租藥為房間 怎麼會有嘔吐的聲音啊 好像都是耀武哥耶 去看看一下 耀武哥 耀武哥 你還好吧 耀武哥 半斤金 你走開啦 又把我趕上來 現在你又跑來 關心我是怎樣 耀武哥我是 我是小梅 小梅啊 我還以為你是金金呢 你 你是被金金姐趕出來 睡才睡在這裡的啊 什麼她趕我出來 我是把她 趕到房間 你 你 沒有什麼 做不到 愛嚇往我慢慢燒 需要飲料 去天 去而其 我休息一下沒事了 你 你 我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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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妖武哥 真的很神奇 从小呢 我就做过好几次 像这样子照顾你的梦 也一直喜欢你好久了 我告诉我自己 长大之后 一定要当你的新娘子 虽然你已经有了晶晶姐 不过没关系 我会一直偷偷喜欢你下去 但是 我不会让任何人知道 毕竟 你现在很幸福快乐 对不对 也许可 就是 小妹 昨天真是谢谢你了 药武哥 干嘛这么客气 在家会怎么照顾啊 我怎么胃啊 吐得好不舒服 胃不舒服 就有人爱喝酒啊 对 我都忘了 还有 你先站起来 怎么了 丁丁姐 来 转身 好 转回来 干嘛 这什么东西啊 这个呢 我替你消毒一下 为什么要消毒啊 丁丁姐 脏啊 你昨天晚上有触碰到你的药武哥 对不对 我跟妳讲 这种人啊 进出酒店 乱摸酒店 你看这种人啊 太恐怖了 对 你今天上班之前呢 去医院检查一下比较好 范晶晶啊 没那么恐怕 对 还有啊 以后呢 你要找对象的时候 你千万呢 不要找像你药武哥这样的 外表憨厚心 这种最容易被骗的 你知道吗 我跟你说 你以后不管找什么对象 结婚之前呢 你就带他去酒店喝喝酒 你知道 任何妖母鬼怪呢 只要两杯黄汤下肚 现出原型 对 对 丁丁说得对 人品好坏 一喝酒就知道 人家说酒后吐真言嘛 对 还有打牌之后可以看性情 小梅 如果你有什么好的对象的话 我会帮你带他到酒店去 是喔 好不好 爸爸 你那么想要帮小梅啊 小梅自个人嘛 是啊 对 那如果要喝酒的话 要去酒店 那去哪一间酒店比较好呢 爸爸 等一下看 你看 那你觉得这一间酒店怎么样 来 你还提供话 情报 一定要了吧 快点快点快点 你这个媳妇真好 等一下 如何 这个人是我 你 我怎么会有这个照片 对啊 伯父 丁丁姐 我先去帮你们做早餐哈 谢谢啊 对对对 你这照片从哪来的 嗯 朱先生 你忘记哦 我是先生啊 还有那个 Oh my god 那个丁丁 她就是Kiki 想起来了吗 对 晶晶啊 你 你这种行为是错误的 你知道吗 对 非常非常错误 你犯了很大的错误 你不应该这样子欺骗老爸了 哦 哦 对对对对 我 我不能这样欺骗老爸 即使呢 老爸带儿子上酒店寻欢 骗了我跟妈 我还是不能骗老爸嘛 对不对 不是 你 你这样子 他 你说他 那我也不用啦 我现在也是受害者啊 不 好 我跟你老子 根本不要脸 昨天晚上玩得都爽成这样 然后还说自己是受害者 来 算了 老爸 老爸 你要干嘛 不是 我 来嘛 我不要急嘛 我知道 我知道你要干嘛 这个照片总是要处理一下嘛 对不对 处理处理 对对对 一定要处理 好 那两个方法 第一个呢 就是我马上把这个照片 E-mail给妈 那 那不用考虑 笨蛋都知道要用第二个方法 OK 那就第二个方法了 那个 爸你也知道嘛 Kiki啊 她昨天晚上也满辛苦的 而且没有她我也进不了酒店 那你也知道她想要出国去念书嘛 所以让她可以顺利出国也是应该的 对不对 那 然后呢 所以呢 我就想说 爸你可不可以赞助一点点 她出国的经费 怎么又是我啊 爱的鼓励 欢迎 谢谢 谢谢 我回来接这个裁盘组组长啊 还请大家多个指教 那就比赞过去 画画画一遍 好 欢迎 组长发金 叶金亮金 好棒哦 对啊 怎么样 那我不在这两三个月 有没有发生什么事啊 还不是都一样啊 大家都老样子啊 哎 金姐 你今天怎么看起来 春风满面 金光闪闪哦 给我一早就赚了十万啊 人风喜事精神爽嘛 哦 人风喜事精神爽是吧 那这一期的头版 好 总编 你放一百二十个星吧 你要独家嘛 已经有了 好 而且呢 是一个 惊天动地 保证精彩的 大独家 欸 金晶 什么 惊天动地 精彩绝伦的 大独家啊 起座起座 我本人呢 会回来接这个 采访组组组组长 表示我有万全准备的嘛 哎 你们知不知道 有一个特别的贵宾呢 要来入住我们家 十八风尚旅店啊 嗯 好 那就是 Michael Jordan Michael Jordan 所以呢 我会专闪到我哥 也就是那个 十八风尚旅店的总经理 朱耀文 独家披露 Michael Jordan入住十八的原因 精彩吧 可是这个原因 全台湾都知道啊 对啊 嗯 他这个 就这个 看一下 十八传奇朱耀文 你 入罪关的 Holiday Resort 吕老板 我都不知道今天他现在怎么了 他假扮酒家女就算了 他居然还拍招勒索爸十万块 十万啊 哇 那老爸这次亏大了嘛 这怎么了啊 哎 朱总你在啊 我可以采访你吗 现在 你不是才回去上班第一天 怎么可以亲自 朱总 我是来问那个 有关于Michael Jordan 来入住的事 不是啊 金金 其实这减轻事情 你也都很清楚啊 而且你要是有什么不清楚 直接问药武 有必要直接跑来找我吗 幸好你提醒我 对 对 你跟朱耀武在这边一起办公嘛 所以呢 我们是谨慎一点比较好 这怎么了吗 脏 那种呢 进出酒店 上上下下乱摸酒店妹的色狼 全身的都是脏东西 都是戏剧 而且会传染喔 对 我还有多一个口罩耶 来 一起用嘛 小心一点啊 够了啦 好了 好了 没有啦 金金 这个整个企划书也是你跟 朱耀武熬夜一起写出来的嘛 那 里面有什么 特别的服务跟内容 你也都很清楚啊 那平天呢 我就是有不清楚的地方 朱总 原来 你早就叫宜邦帮你忙 花大钱搞定这个事情了嘛 那大家都是一家人 那你干嘛要拐弯抹久 你就直说干嘛搞得好像是 大家什么费尽千辛万苦争取来的啊 不然你在说什么啊 你不要跟我讲话 朱总 那你什么时候要去改名字啊 我干嘛改名字啊 你入罪到人家家里去 但是要跟人家信 当然要改名啊 我入罪 对 我都讲成这样你还装傻 你也都不好笑 你看 我这个 现在你知道为什么我专程要来采访你了吧 麦克尔 朱总 会入住十八 就是因为你 朱耀文 靠裙带关系 要一棒 花大把银子搞定的 那你交换的条件 就是你要入罪到一棒家序 你怎么看 你这不会是真的吧 当然不是真的啊 真是喔 柯文 好漂亮喔 这两套啊就要三百万 不漂亮怎么行呢 好贵喔 算便宜的了 在国外啊 通常手工订制的礼服 一套至少就要两百万耶 你跟我说这是什么 我什么时候大意要入罪到你们家了 堂堂的饭店总经理 怎么这么容易就被激怒了呢 这篇报导的内容你看过了吗 有我接受访问亲口说的话吗 是没有 但是我问你为什么 为什么会有这个报导 我从来不回应媒体自己推测的八卦问题 你看清楚了 这个标题最后他打了一个问号 这就表示 纯粹只是他们议测而已 好 入罪的事情我们暂时不研究 它里面有写 Michael Jordan来住十八 是因为你花钱去买来的是不是 报导嘛 那一定都乱写的啊 你就不要当真了 既然都已经被挖出来了 我也没有必要隐瞒 没错 这是真的 你 你为什么要这样偷偷帮我啊 为什么这样制作主张 我自己经营管理的半点 我会自己去争取我的客户 朱总经理 请你注意一下你的态度好吗 我费了这么大的心思 换来的却是你对我这样发脾气 这对吗 花费心思 你知道你这样子只会让我们是把全权上下 统统觉得自己是个白痴 很没用 这是你的想法 总之我这么做是为了你好 也许你在意的是面子问题 因为我是一个女人 帮了你这么大的忙 你怕传出去面子会挂不住 这就表示 你跟一般世俗的男人一样 有那些老八股的封建思想 不想靠女人 觉得这是吃软饭 你知道吗 我的事业版图这么大 有多少男人在我手下做事 难道他们都是吃软饭的吗 我不是你的员工 我知道 我只是希望你成熟一点 你真的以为 你们做的那个企划案 就能够争取NBA天王巨星Michael Jordan入住吗 全世界有多少更好的饭店也想要争取 如果我们不靠一点方法 能够争取到这样的机会吗 你说什么 好啦好啦Michael Jordan的事情 反正结果满意就好了 过程不重要啊 过程当然重要 好或许你有钱可以买到Michael Jordan来住十八 你可以买到这么贵的礼服来办什么世纪婚礼 可是我告诉你 在我心里面真正的爱 是你花再多钱你都买不到 你 朱雅雯 请你搞清楚 当初是你说 你跟我之间还没有爱的感觉 所以我就留在台湾一个月 跟你慢慢培养感情 是我要你留下来的吗 没错 是我自己要留下来的 可是你想想看我为了什么 不就是你所谓的爱吗 我留在这里这些时间 耗费了多少成本 这对我事业上的进账有损失多少你知道吗 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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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满脑子除了钱就没有其他的吗 我告诉你 钱是买不到真正的爱情的 老大 要稳 小玲 要走就让她走 这样也好 我总算找到一点她人格上的缺陷 你们真是的 不是的 费金金 你要帮我赌家 赌家 那看有没有新闻价值 跟Michael就带来住十八市有关的 有 你讲 我准备好了 开始 这是一个诚信证明 我跟张怡芳小姐是在交往没有错 当初是她先来找我 我们以结婚为前离式的交往看看 可是到现在一直都没有下完 所以我根本没有入罪的打算 所以你们还打不打算结婚啊 你到底有没有注意在听呢 我刚刚不是已经回答你了吗 OK 再来 就是张怡芳小姐 去邀请Michael就带来住我们十八了 但是这件事情都是她甚至做出的 我说完就这样 我还有问你要问你 你至少让我拍个照嘛 小梅你看 你们的朱大总经理呢 就是那么没有人情味 没关系啦 可能总经理还在汽头上嘛 晶晶姐 你这样子还是有拿到独家访问呢 也是 对啊 恭喜你耶 第一天上班就拿到了一个大独家 最好是 所以 耀文她事先是真的不知道入罪的事情 对啦 我走了啊 喂 喂 喂 你不要生气啦 我以后不会再去酒店了啦 来啦 跟你说 你走 来啦 我有一个礼物要给你 坐 坐 走啦 坐啦 什么东西啊 你看 你看 来 这是什么啊 这 郁卓啊 废话 我瞎了 我当然知道这是郁卓啊 这 这是在哪里买的啊 好丑 怎么会丑啊 我朋友跟我说 这个颜色是很少有的 这原本要七万多块 是因为我朋友的关系才算三万多耶 朋友 你朋友 你 你朋友是在盗墓的吧 这东西 一看就是埋在土里面埋很久的耶 没有耶 我朋友是在卖古董玉器的耶 真的有这么糟吗 我觉得颜色是蛮年轻的 眼光那么糟 你要求我预良 我不要理你了啦 喂喂喂喂喂喂 你不是说不要吗 我不要 但是我可以拿去卖啊 所以你是要原谅咯 随便啦 不过我警告你哦 你下次如果再被我抓到你去酒店的话 你就死定了 真算你好狗鱼 不过我警告你哦 你下次如果再被我抓到你去酒店的话 你就死定了 真算你好狗鱼 小妹啊 凭良心讲了 你会觉得那个玉琢很丑吗 不会啊 我觉得很漂亮耶 对啊 我也是觉得很漂亮啊 挑很久耶 小莉 你真的不跟我一起走吗 一棒 既然是后天的飞机 你干嘛要急着离开饭店啊 十八这个地方啊 我是一秒都不想多待下去了 可是 我跟你一起走有点尴尬耶 毕竟以前我也在这上班啊 以前是以前 现在是现在 你跟我回关岛 包吃包住还加薪哦 而且啊 我连你的机票都订好了 可是 我 你在犹豫什么 可不可以让我考虑一段时间啊 好 你可以考虑 不过时间不太多哦 我订了后天早上九点的飞机 你好想清楚 要留下来还是要跟我回关岛 好 哇塞 这么多人抛月饼线道的秘方啊 七万多笔 天哪 我这看完不就明天过年了 太夸张了吧 阿许 阿许等一下 这Made的部落格 我全部都有啦 你发现新的是不是 哈 你念给我听我看一下是不是 知道多少 E W A S H 好我等下来给你拍 这边 哇塞 正点耶 这个女生是 Ki Kiki 不会吧 照片的时间 是三天以前 鬼会po自己的照片 去自己生前部落格吗 完了 怎么没想到会被他抓包啊 怎么办怎么办啊 一定要想个办法证明自己是鬼 有了 你在干嘛 没有刚刚 鬼鬼祟祟的 没没没没没 我刚刚就是上网查一下那个月饼线的秘方 你在看色情网站吧 没有啦 没有啦 好吧 我跟你说 我肚子饿了 想去外面觅食 先走咯 嗨 到底是人还是鬼啊 我去跟踪看看 如果你是人品或是鬼的话 你就死定了 好 果然偷偷跟着我 哼哼 好 好 快点去点个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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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心死了 嚇到了吧 豬藥味 藥哥 你怎麼了 沒有 還說沒有 你怎麼臉色發白 而且還全身發抖 冷 冷 不會 我問你 鬼都吃什麼 鬼喔 不是都吃白蠟燭跟晶元寶嗎 港片都這樣演的 我就知道 小梅小梅 小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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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藥味 中藥味 剛剛去廚房 怎麼樣 他有沒有說些什麼東西 他呢就一副那種跨頭跪 臉色發白 然後全身發抖 感覺真的被嚇到我 驚龍車骨啊 我再去嚇嚇他 你還去 你還要嚇他 你放心 拜託 膽大嚇不死 我先進去 他真的是鬼 真的是鬼 朱雅薇 朱雅薇 你不是在查什麼月餅餡料的配方嗎 你怎麼會要帶啊 朱雅薇 朱雅薇 你幹嘛 要不是第一天知道我是鬼 你有不要嚇成這樣嗎 沒有 沒有 你吃飽了 對啊 對 我這裡還吃聖衣跟蠟燭 不要 不要 不要客氣 你自己吃就好 這個我吃不來 我只是很好奇一件事 什麼事 就是我之前上網 我一見看到你的部落格 結果發現很奇怪 你三天前竟然有PO自己的照片 因為去你的部落格 你是鬼 你還會更新你的部落格 那個啊 那個是我家人為了懷念我 所以都會定期的幫我更新我的部落格 你有什麼問題嗎 原來是這樣子 沒有沒有 還有嚇一跳 幹嘛 以為是我自己PO的 不相信我已經為你自殺 早就當鬼了是不是啊 沒有我只是好奇而已 好奇 最好是這樣啊 真的啦 欸 拿去 幹嘛 去幫我拿那個錢去那個紙紮用品店 幫我買點新衣服 你沒看我都穿同一套 沒衣服換 欸 記得幫我買幾件漂亮的 燒給我 哦 哦 大哥 我去洗澡 嗯 大哥 其實 我覺得 大鵬和二堂哥他們說的很有道理 你就勸以放姐回來嘛 對不對 我跟妳講啊 妳再講一次這件事情 我就讓妳用爬著進去浴室 爬 爬著進去浴室 嗯 哦 依照我對你的了解 妳要把我左腿砍一刀 右腿砍一刀 這樣爬進浴室 對不對 不會啊 我只會砍一刀啊 從腰部 我去洗澡 妳們在幹嘛 喔 沒有啦 我跟妳說啊 因為Kiki呢 她發現朱耀威開了她的部落格 懷疑她有可能是人 所以呢 我們現在想辦法 讓朱耀威相信她是鬼 嗯 那妳們要怎麼做 那妳們要怎麼做 走走走走 妳是更後來的 奇怪 這好像有件很重要的事情 要做都一直想不起來 是不是這樣 欸欸 小梅妳看妳看 百貨公司週年慶耶 現在全部都打六折 有機會我帶妳去 買衣服 買買衣服 我要買新衣服 新衣服 對 新衣服 對 買衣服 買衣服 對… 買衣服大聲在幹嘛 嚇誰啊 對…對不起啊 不是 因為我突然想到 我那件重要的事情 不好意思 沒事… 沒關係 什麼東西啊 朱耀威耶 不是…怎麼帶那種不吉利的東西啊 對啊 妳在幹嘛 沒…沒事… 沒事… 收起來啦 這麼不吉利耶 早 媽媽 早 是好嗎 來 那今天的報紙 來 葉雯呢 她一大早都出門了 可能是怕我們又在念她 跟一方的事情吧 還以為她跟葉雯的好事進來 沒想到會有這樣的結果 你媽馬上要回來了 她要是知道了 這葉雯跟葉雯沒結果 然後這葉雯又回關島 非把我媽的臭都不可 不要想太多了 早 早 早 這麼早來有什麼事 沒有啊 我來找你們商量 要怎麼勸和葉雯跟葉雯呢 畢竟你們比較了解葉雯啊 怎麼勸啊 之前都勸過了啊 也沒有用啊 對啊 之前大行哥 還不准我在她面前提到葉雯姐 是喔 怎麼辦啊 可是葉雯明天早上九點的飛機 就是會關島了耶 明…明天早上九點啊 嗯 離現在只有二十四小時了 這… 那好 想到了 那乾脆就來一個 二十四小時搶救婚姻大作戰 蛤 不知道我 幹嘛幹嘛幹嘛 怎麼了 幹嘛這個臉啊 發生什麼事啊 不是啦 不是啦 你知不知道 一直以來我都很喜歡小孩 嗯 上個禮拜 我跟晴晴去醫院做體檢 結果報告出來 說我不能生啊 你… 怎麼會啊 好啦好啦 好啦好啦 你不要難過嘛 你也知道現代人就壓力大 因為壓力大 那很多人也都生不出小孩啊對不對 那… 就沒有關係嘛 有…小孩跟沒有小孩也沒差啊 沒有小孩不一定不好 像你跟金金兩個人 很好啊 想幹嘛就幹嘛 想出國就出國 沒有什麼簽辦嘛 可是我真的很希望 很希望有我自己的小孩啊 沒有啊 而且你又不是不知道 爸媽很想要抱孫子 因為你目前現在的狀況 也只有我有這個機會 如果連我這個機會都沒有 那我們諸家的香火怎麼辦 就…沒辦法延續下去了嘛 欸不是 除了我 你是古代人啊 還有什麼香火不香火 現在都二十一世紀了耶 幹嘛拿這種帽子扣在自己頭上 也不是只…只是為了爸媽嘛 我也是想要擁有自己的小孩啊 誰知道 報告出來會變成這個樣子 我真的很恨 現在我很…很恨我自己 為什麼不能生啊 會不會我的人生 就因為這樣而留下遺憾 注意啊 我沒有那麼嚴重啦 如果你真的很喜歡小孩 你跟金金兩個人可以去領養啊 好了 我現在不是有很多明星 都用領養的耶 安傑 莉娜 球莉 就領養了三個耶 沒有啊 她除了領養之外 她也有自己生自己的小孩啊 而且還是個龍鳳胎耶 我是真的很希望能夠… 擁有朱家血緣的小孩嘛 怎麼會變成這樣子啊 這樣好了啦 這樣好了啦 不然你生一個啊 你生一個就可以過季給我 這樣不是很好嗎 好啦…不要那麼緊張啊 再說嘛 你生一個啊 那個 小梅呢 小梅 她去洗手間 馬上就回來了 小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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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了嗎 小梅呢 我朋友剛剛打電話來一直哭 她說她很慌悔 沒有聽她父母的勸 早點結婚生孩子 后来他想通 想要结婚生孩子 让他父母高兴 可是却来不及 他会死了 这样 那跟你这样一直吹粉栽 是什么意思啊 要闻 你看这是抖动的叶子 就是所谓树欲尽 风不止 子欲养而轻不带 伯父跟伯父年纪都这么大了 而且我听说 伯父不是有得过肝癌吗 肝癌随时都可能复发的 万一 记住哦 孝顺是不能等的 我不希望你像我朋友一样 让他的父母遗憾终身 然后你自己后悔一辈子 知不知道 知道 我去替这小盆栽浇点水 唱歌 这鬼 鬼界也有KTV哦 这不会吧 主要 你干嘛这样一直看着我 没有 这个Kiki之前 整尾整得太夸张太过分了 我怎么可能轻易放过他 这年头大家都用部落格 还有人在写日记 好可爱 其实 有一个秘密 我从来没有告诉过任何人 等我讲大了 一定要嫁给耀武哥 回报他对我得好 想不到你原来是个白马王子 你讲这句话有什么意思 你知不知道你自己是一个少女杀手 有一个女人呢 一定拜倒在你的西装裤下了 你在说什么 我跟你讲 今天我要去出差 晚上我不在 所以你一下班 马上赶快来照顾你二堂哥 我不行 我今天超忙的 姐 我可以来照顾耀武哥 我反对 那个行李帮我放在电梯里 其他的我自己来就可以了 我有带一颗九颗挖的钻石 那不晓得放不方便放在你们饭店的保险下 这个你那颗钻石就放在我们楼下的那个保险下 这个冷泡茶香热的 现在搞得我也觉得毛毛的啊 看不行我还是回十八一趟好了 你对宜芳的心里面其实是有歉疚的 所以你应不应该趁他搭飞机离开之前滑腿 宜芳 等我 一定要等我 我一定赶得上你 朱耀文 你一定要赶上 朱耀文 我来一次要跟你道歉 修端的事情 真的对不起 我不应该骂你 因为我 我竟然蠢到忘了跟你说谢谢 请你留下来好不好 gallery Il CC 说这谁的 故事呢 故事里的你们 闹门 漏明 understand 在熟悉的城市中 不听不懂 我被与你有关的消息 和痕迹中 因为我们都等待 等待一样的未来 弥漫了我和他的存在 没有时刻意挽救垂死的爱情 我们终于只剩下爱上的决定 我不相信 现在看过去 为沉重的让我成立 为不堪的让你逃离 快点